丁宇希是我合作过的男演员中最奇怪的一个 当然不会 我傻呀我 我没代购 我就遇见了代购 网易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露丝 这是我的新墙头 以后就让我成为你的专属墙头吧 关注网易娱乐 微信公众号 稿式编辑部 来解锁我的更多花絮跟福利吧 上帝创造赵露丝的时候 一定是首都都加了什么吧 都加了白砂糖 要不然我怎么会自卖掌痘 什么是关于我最扯的一条传言 我有两百斤 货真价实同小无期 有别看赵露丝 眼上有两百斤 琴时还挺帅 有一说一丁宇希是我合作过的男演员中 最奇怪的一个 一较醒来发现手机上的一百通陌生来宾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快递打给我的 因为我很爱买东西 为什么我还没有男朋友 是我站的位置不够高吗 陈千千这部戏的设定是女子为作 想问一下你当初是想通过接这部戏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当时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了 其实这个剧本在带给大家同时是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去反思跟思考的 在这个当代的社会 然后很多人对女生的穿着打扮有一些另类的眼光 所以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只是把人物互调了一下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像有的时候女孩子受到这样的不平等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那如果你本人做选择 陈硕 陈木 陪恒中谁更贴近你的理想语言 为什么 都不太贴近 非要选一个呢 非要选一个我宁愿单身 为什么我还没有男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圈内容会引起你的注意 或者想屏蔽的冲动 我只喜欢关注代购 其他的人我都不太关注 那代购刷得很轻的话你会想屏蔽吗 不会 我会很开心啊 我会屏蔽刷得很勤的演员或者是工作人员 比如说呢 可以套路吗 不可以 那如果一觉醒来穿越到了任何一本书剧里的任何一个角色 你最想成为谁 为什么 紫睿吧 紫睿挺好玩的 说得对 如何回应网友说 韩硕 陈仙仙到底什么时候远房 你们当初看剧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陈仙仙在剧本里我觉得她是个事业型女主 就是一直在忙着她 想回家搞事情 少成主啊 救人啊 真大啊的 她自己的情节会大过于感情那条线 你怎么看待网上的一些杠精行为 有遇到过想回怼的杠精吗 杠精 我就是杠精 谁还能杠的动我 不是爱找我茬吗 尽管来 随便 以上纯属口嗨 切勿当真 那你有看到那种说得很那个的就是会想瞬间反击她吗 倒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是个运气很好人 就是很难看得到那种说得很难听的 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还是就是没看到 那你平时上网会搜自己的名字吗 不会 你冲浪一边是在看啥的 看谁爱的我 然后就是八卦什么 那如果你晚上冲浪吃瓜吃到朋友身上 会找朋友本人去求证吗 当然不会 我傻呀我 你不会好奇吗 就这个瓜是真假的 我好奇啊 然后我就多翻了几条热搜 然后换个软件再多翻几条 关于自己近一年的热搜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 都挺深刻的 因为本来就没几个 那你自己的热搜每个都会点开看一下吗 当然有点开啊 为什么不点开 有什么好害怕的 又不是黑料 那如果给你自己安排一个热搜词 你会写什么 特别想上那种 我不想上热搜 夸你也不想上吗 不想 夸也不想 骂也不想 三公主的心思果然如同海底阵 难猜得及 我觉得不太好 网友说感觉成全是千中配角都是主角感情发展的阻碍 少了白琪和子瑞感情进步能快一半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觉得他们俩好可爱 瞎说什么大实话 他们俩我觉得是 特别好的一对CP 会觉得他们俩就有点白人吗 在主角刚要进行点什么的时候 然后突然就来打断 少君 我来救你了 我 去 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吧 何止奇怪 还想拖出来暴打一顿 但我觉得没啥 因为我的注意力还是在我的个人线上 对于情形天中 就是有很多虎狼之词嘛 你觉得跟九云大人谁更胜一筹 九云大人吧 他的这些虎狼之词是要去思考的 你倒是心大 不止心大 陈天健的虎狼之词 支持就是比较好理解 我来洗干净 今晚送到我府上 当你遇到第一次见到 但是 就是你知道 但是没有联系过 你会用什么方式打招呼 能迅速破冰 熟漏起来 我一般没有跟别人破过病 如果别人也不愿意跟我破病的话 就一直动着 两人都动着 动着杀青 那粉丝说什么或者什么举动 一定会引起你的注意 说什么做什么都会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他是我粉丝 就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想让你去回复那种类似 每一个都想回复 所以才一个都不想回复 可能要雨露均粘 但是又没有办法 所以都不要粘 大家最近才知道 有一张 FEMI QQ空间的照片 原来是你 长久到大 有没有因为颜值受到优待的时候 没有没有 反而因为颜值经常 可能也是因为我 小时候随时成绩没这么好吧 你会被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打扮自己身上了吗 你就是个花瓶 自己觉得很委屈 根本就没有打扮自己 那你现在回头看自己以前的沙雕黑历史视频或者照片 有没有哪个是你最想在互联网系中删除的 我就想删除的我都删除了 没有留下打扑是吗 有啊 就是我自己删除了 也没有看到雨露坏 如果这些都不算非历史 心里这个承受能力比较强 最近有在关注选秀吗 有没有对谁特别有印象 或者对那个特别有印象 就当是一场梦 醒来很久还是很感动 都说你是让女生都抵挡不了的教科书式的大娇 你怎么来了 我都快怕死了 我都快 你把大妈的大刀都多大 你知道吗 可以现场出一个大家教育 成功好有血 不可以 那个也只能出现在演戏的时候 我的撒开脸 平时真的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不行 你觉得男生说多喝热水是在敷衍你吗 当然啦 敷不敷衍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男生身上拥有哪三种品质会比较吸引你 沉稳 温柔 善良 哪三种品质在你这身上 绝对不可以接受 抠 油腻 地耳铃铛 反正坏人的品质都不能有 那你最后对网友喊话一句 不看成千千会后果的地方 不看成千千快乐骚一本 第一题 同事发零食还没发到你 你在旁边假装不知道 但是等他快要过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表现 哇 还有零食 好棒 谢谢你 好做做 不是一定下次不会给我 第二个 逛街买一宿结账 突然发现前面代购的时候 前面什么 哦 没代购 我就遇见了代购 我好像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都没有时间逛街 第三个 一个比你瘦的女生说 肉丝我要长胖 我看你是在找打你要长胖 那一个比你胖的女生说 热死了要长胖 那你长得快去立刻马上行动 第四个 听到路人对着你的方向说 小姑娘真漂亮 哦 是吗谢谢 谢谢大家 没有大家是不是就一个路人 结果发现说的不是你 哦 谢谢 谢谢得要走掉 不管先谢了再说 我说一句你觉得能撩到粉丝的话吧 好 有点涂到 这个很潮的 这两天很火的 是挺火的 没有再敷衍你的衣服 删掉刚刚入掉的产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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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